原标题 歼20本次航展剔动能力受质疑 杨伟总是给出了部分答案 两年一度的诸海国际航展 正式拉开了帷幕 我国最新型的歼20艺身战斗机的飞行表演 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项目之一 与2016年令人意犹为心的惊鸿一瞥不同 本次共有四架 歼20前来捧场助兴 大家已充满了期待 然而实际表演情况 却引起了网友们很大的争论 歼20第二次参加诸海航展 从现场情况来看 歼20表演的项目似乎有些中规中矩 基本是一些诸如高级转向 垂直爬升 同轨翻转等比较常规的特技动作 整体跟人的感觉是四平八稳 并没有出现像苏五时期 F22做出的令人眼花缭乱 得过失速超激动悲情 风头更是似乎完全被歼20比给抢去了 有人因此对歼20的激动能力提出了质疑 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发动机不够给力 或者启动不取 不适合过失速超激动 也有的人反驳说 歼20没有公开表演过失速超激动 不等于无具备这个能力 歼20在好展上的飞行表演难度受到质疑 还有许多其他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是否能够表演过失速超激动似乎已经成为衡量歼20战斗力高低的标识了 那么什么是过失速超激动呢 简单来说就是战斗机在超过失速营销之后 依然能够完成可控的快速抚养 要速度手旋转等战术激动 在近距离空中格斗中 可以抢先占据有益的射击 这位 比如苏五时机 苏三十五在航展上的拿手绝活 落叶飘无半径下降闯弯机动 就是定型的过失速超激动 当然额制战斗机历来都是航展明星 超激动表演算得上是他们进行自我推销的招牌节目 苏三十五是著名的航展明星 不时做猪鬼一激动 那么近二十的过失速超激动能力究竟如何 对其战斗力应有多大的影响呢 坚二十采用了世界首创低压一加边调异速和体系动布局设计 在强化超音速机动性能的同时 也兼顾了压音速机动性能 据称 在设计时 对坚二十的要求是 在没有实量发动机的情况下 大影响控制能力过失此机动能够达到接近F22的水平 可见其要求之高 其在超音速条件下的持续机动性 和瞬间机动性堪称出类拔萃 坚二十飞行员也对其做出了如下评价 坚二十的压音速性能相当不错 一旦进入超音速状态 那就是它的天下了 年夏之一就是坚二十的超音速性能突出 压音速性能也不错 在配备矢量推力发动机后 将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被称为肥电的F35在过失速方面表现不错 当然 最权威的说法还是来自于坚二十的总设计师安委院士 按照他的说法 坚二十要进行表演的动作限制是很严的 在2016年第一次表演时 当时只允许进行通畅飞行表演 是成飞灵活运用指示 进行了更多的动作 而这一次 虽然放开了一些 显然仍会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 坚二十目前的飞行表演动作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是否允许表演的问题 我们知道 F35AE服役纪念之久 也只是这一两年 才公开了一些过失俗机动动作 坚二十目前交付空军部队 还不到两年 次案会限制很大 所以 一些对坚二十的质疑是过滤了 两年之后 在下一次的珠海航展 坚二十会有更精彩的表演 如果坚二十来的是 装备食量发动机的型号 表演将会充满惊喜 作者 可与无痕 更好的 因为 我心轻俩不以为 你怎么看 别担心的 在这一段为止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